宜兰市新开辟的新兴路南段道路拓宽工程,是从宜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,经过铁路宿舍,公路局于宜兰站到孝舍路,全场530公尺,宽20公尺,是宜兰县最宽的一条重要的道路。 这项工程已经完成了开辟工程,目前正在进行两旁边排水沟的工程,预定在这个星期以内可以展开路基的铺设,在8月初可以全部完成。